各位觀眾,洗完澡我們來到了一個非常親近的地方 這邊蠻不錯的,第一次來 今天天氣也算蠻好的 這邊是我們玉井的明泉寺 就是如果你們常常有到那個 前面那個就是我們的虎頭山 這邊叫虎頭山 山上就有很多咖啡,綠色空間,馬砂園 都在那個山上 景觀咖啡還蠻不錯的 然後山上也有一個漁青坊紀念碑 那山下這個寺呢 其實小時候我常常來這邊 怎麼樣啦 怎麼樣啦,洗完澡舒服齁 連我們屎頭也來了 屎頭一下車就忙著在這邊撿石頭 雖然這邊沒有什麼石頭 但是有那個小葉子跟小顆的石頭 這樣他就很開心了 小朋友的世界非常的簡單 你看他笑成這樣就知道了 多多一直看著我呢 沒有啦,我沒東西給你啊 空的,我沒有,沒有球球啊 沒有球球啊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今天泡完藥浴的大大 看起來沒那麼乾淨啊 有一個月子餐的味道 麻油腰子 後來仔細想想呢 的確就是蠻有腰子的味道 蠻酷的 走啊 那我妹在那邊準備一下 要來做直播了 多多在車邊顧著 為什麼 因為車上有石頭 他可能呢 環顧這四周 沒什麼石頭可以咬 頂多就是地上這個磚頭 我要扒一塊給他 等一下 我們屎頭人小志氣高 你看看他找了一顆最大的石頭 他手上有兩顆石頭了 那個多多應該會很喜歡 多多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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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進來 哇這邊還有涼亭耶 這邊蠻不錯的啦 就是 你看旁邊種這些花 很舒適的一個地方 然後公共的空間 那我記得印象中 因為以前這邊是一個小寺廟 那在我國中國小的時候 那在經過幾十年的時間的演練呢 已經變成一個非常莊嚴喔 就是蠻漂亮的一個巨大的寺廟了 還有涼亭耶 真正不錯 這邊我記得小時候 以前很多會有那種屬旗的佛學夏令營之類的 就是會送一些小朋友呢 就是家裡如果學佛的 可以來這邊夏令營啊 就是一起做早課啊 什麼之類的 簡單講就是一個托兒所啦 我個人是這麼覺得 我們本身沒什麼佛性 所以小時候都在山上 就很多在夏令營的時候 我們都在山上在那邊 在山上玩啊 抓一些蜥蜴抓蛇 在那邊玩 這邊蠻漂亮的 不錯 我妹推薦才知道 知道這邊可以進來 這邊是開放的 然後這邊旁邊 這個是波斯菊嗎 超漂亮的 這波斯菊嗎 我上次有幫他看照耶 這個還有天生耶 很漂亮 那我這邊呢 其實來到這裡呢 我都會想到我小時候的一段小故事 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它旁邊這邊是一個池耶 它是一個水池的意思嗎 感覺應該是水池 這邊有水管啊 現在修水當中 沒有齁 不能 沒有水了 不然真的應該都會有一個鯉魚啊 什麼之類的 屁桃越來越融入鄉村生活了 大半 走開來 走 哎呀 走開來 好像帥娘 不得不哥來留言 不得不哥 你知道什麼 臉環炮的 我用臉環炮的 因為我之前有一次 就是開始 不知道我 這是人的 用的把他關掉 好 就就不要亂吵 佛門種地 你一直在那裡 亂吵 那 然後呢 那個 我要把我剛剛的那個小故事講完 就是以前呢 小時候呢 這邊是沒有這麼隆重莊嚴的寺廟 以前是比較小間 然後呢 我們一群小朋友呢 在山上騎腳踏車下來 然後 因為小時候就是那種鐵馬頑童那種個性 就是非常非常的有體力 然後我們騎腳踏車上山呢 是拚不變手的 什麼意思呢 就是一般呢 以前小時候呢 比較高檔的車呢 都是會有變速車的 就可以變速打檔 上坡會比較輕鬆 但是呢 我們這個 我們小時候沒那麼有情 我們都是騎那種 一般的自行車 所以我們都是那種 就淑女車那種 然後我們就是這樣 就算有一些同學呢 他的車是有打檔的 有變速的呢 我們都要品說呢 就是不能變速 我們就是要這樣 一腳這樣一直踩 腳不落地 踩上山然後再下來這樣子 然後下山 上山農藝下山難 下山呢 就大家就是拼不會離田的 就是從山上這樣一直滑下來 那故事的主要的結構是 今天的原廠這樣 我妹叫我Q的 然後呢 故事的主要的結構是 我們下山以後突然發現一件事情 誒 剛跟我妹Q到的雲有點關係 就是下山以後 突然間我們看到遠方 這是我人生這一輩子第一次看到 你們知道什麼是陰陽 那是陰陽雲嗎 應該不是 就是簡單講好了 就是前面是一片烏雲 那我們這邊呢 也是已經有一點灰街了 然後呢在山那一邊呢是藍天 然後你一看就知道 雲是往我們這一邊飄的 簡單講的意思是怎樣 就是前面在下雨 我們這邊呢是晴天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就在山下這邊 看遠方的地 就一片濕的 然後一直一條線這樣 一直一直過來一直過來 然後我們就 決定就是在寺廟這邊躲雨 就三五個屁孩喔 就是躲在屋簷下 然後那個時候這個寺廟其實不大間 然後旁邊後面又是竹林 然後我們就是那邊 然後你知道那個瞬間喔 就是那種大雨 然後又大風 那感覺不是可怕 是蠻爽的 我們一群屁孩 你知道就小時候都很髒 然後呢就是後來我們就決定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好 那既然都已經下這麼大的雨了 我們也不知道雨什麼時候會結束 那何不我們就淋雨回家 然後我們大家就很開心 好好衝啊 然後就大家騎著自行車呢 就會這樣慢慢的 我們沒有趕喔 就是慢慢的騎在大雨之中 那個雨呢是大到那種 就是眼睛看不到到 但是我們就是手牽手 大家一起慢慢的騎 然後呢 一邊淋雨 然後淋到我同學家 我們在一群人呢 一群屁孩把衣服全部脫光 然後大家一起泡在他的 他們家的那個浴缸 然後你知道那種傳統的浴缸是什麼 應該很多我們老台灣人都知道 就是有很多那種拼 拼的那種磁磚 就一顆遠遠的 然後拼接的這樣 那種整個水泥的那種浴缸 然後我們就三四個男生呢 就全裸在那邊 反正那個時候 小朋友嘛 小雞雞長都差不多 也沒有說誰比較大 誰有毛什麼東西 都還沒有長毛啦 所以 就大家就擠在一起 像火車一樣 然後大家一起在那邊洗熱水澡 然後衣服呢都還沒有乾 但是沒關係 爽 這個就是我的童年 看到這個寺廟 寺廟就讓我想到我以前 在這邊曾經的一段 童年的故事 那鄉下就是這樣子啦 就是 其實每一個人都有不一樣 住在不同地方 所以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故事跟童年 跟你們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這種鄉下野孩子呢 在這一個地方發生的故事 但是這個故事之後呢 就還好 我就沒有再來過這個地方了 我現在一眨眼我已經快40歲了 之前來的時候呢 才10歲出頭 10歲11歲的時候 現在已經是39歲 39歲這一年呢 又回到了這個地方 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 這個世界一直不斷的在改變 連我們自己都是 然後呢也有不斷新的東西呢 一直不斷的 在我們後面不斷的誕生 新的故事也好 就像今天早上呢 我終於去護政事務所 幫我們Happy 做了 就是登記 他的名字了 那至於姓名呢 就不方便公佈喔 那但是有跟各位講 就是我們之前 我有真的認真要幫他取的 本名叫林可樂 就是我覺得可樂蠻可愛的啊 先不要管是不是那個喝的可樂 就是因為我們 因為他叫Happy 所以本來想說直接叫林快樂 但是好像就太白話了 不然就是林什麼樂這樣子 所以就想說不然就這樣叫林可樂好了 但是呢 就是我媽跟我老婆都一致認為呢 他取這個名字呢 在求學時間一定會被笑 然後被霸凌 然後會討厭他爸 然後幫他取名字的爸爸 後來 算了 那我們就取了另外一個名字 那今天就正式的去登記了 所以這個就是另外一個新的故事的開始 就是今天剛好去到我們獄警事務所呢 發現了一些事情 就是我們這邊的人口其實沒有很多 然後我簡單看了一下 就是我這邊有拍起來 我們的出生率啊 出生率呢 這個月出生加上我們Happy的話 應該是四個人 但是死亡率呢 這邊離開的 離開的那個鄉親呢 有16個 那個比例非常高 因為我們這邊都是老人啊 所以我常常會有看到 我們這邊的街道上呢 會有很多的 哈哈來 會有很多的那種畢業典禮喔 就是 我回來這幾年 一直幾乎 每個月都會上演一些畢業典禮啊 在我們這個鄉間的 不管任何的道路上 多多少少都會看到 家門口在辦畢業典禮這樣子 所以 真的會覺得齁 就是 我們雖然說就是 年紀越來越大齁 很多的新生兒呢 新的故事呢 不斷的在我們後面 不斷的在上演 我們也在寫著我們自己的故事 但是呢 就會看到很多在前面的前輩們 已經 已經完成了他們的故事 人生的小說已經完成了 哈哈 時間就是這樣 永遠不等人 但是時間很可愛 就是 很多時候呢 我最常聽到很多人會講一些話就是 喔 好後悔喔 我早知道呢 就怎麼樣 雖然很多人大家講的千金難買草知道嘛 但是呢 說真的 後悔呢 是人生最無聊的事情 與其後悔還不如 還不如呢 去做一些更讓你 更讓你難忘的事情 然後呢 後悔其實也可以讓你覺得 很多事情是需要珍惜的 如果你每天喔 你是家財萬貫 你每天都有 吃不完的鮑魚魚刺呢 你也不會覺得這些東西非常的珍貴 那像我們這種窮人 偶爾吃個吃到一塊 沒有切邊的鮑魚 而且還不是罐頭的 喔 津津樂道 歡喜到死 這個就是一樣 很多事情換個角度 你就懂得珍惜 擁有呢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 所以呢 希望大家都有自己的故事 就是來到這邊呢 可能是佛姓的殿堂 突然間讓我有感而發 有一種覺得 人生無常的感覺 這個地方滿有靈氣的 一來到這邊呢 整個你看 這個靈氣呢 不只是我們人 會感受得到 連這種動物呢 他們都可以感受得到 你看大大 雖然在翻滾 是做一樣的事情 但是就感覺 滾得比較有靈氣一點 真的有 哈哈哈哈 好 好來來 來來來 去吧 多多不要搶 來 來 嘿嘿 哇 剛洗完香香 他們的毛都是白色 好 來給我 給我 給我來 哇 哇 欸 這麼年輕的 在做什麼 他把他爆我耶 你怎麼樣啊 你在痛什麼啊 去吧 那我這輩子最痛恨 雖然我叫什麼 我最痛恨 對來 對來 我還記得以前 我那個 大大跑到一半 就在發呆了 對來 出包 我記得我的出包 我記得我的出包 啊 唉唷 來 走開 你有啊 你沒有要去跑喔 我有一些紅色的小粉紅 嘿 唉唷 這是我們的小粉紅耶 我剛剛就遠遠就覺得 就說 看來做面相 哈哈 真的是你喔 嘿咧 我們那個資深的 資深的直播的 粉絲 啊 之前我記得有一次我好像是 因為有 剛開始喔 就有一些網友會說什麼 啊 直播就是要看狗啊 幹嘛一直聽我在那邊唠叨 就聽我在旁邊旁白 就有一些阿姨朋友會覺得很吵 然後有一集呢 我就 我就賭籃 我就說好那我就不要講話 我那一整集我都是不出聲的直播 就是只有狗狗在公園跑 那種雨叫花叫這樣子 然後呢 這個我們 這位小粉紅 我們可愛小粉紅 就騎車 騎到我直播的現場 然後在旁邊就說 阿你怎麼說話 哈 然後他還拿著直播 超可愛 從那次之後呢 就是反正也是實驗性格啦 就是其實我也沒有很介意 人家講說什麼 怎麼樣 只是就是想說 每天都是那種 就是這樣子直播呢 有點無聊 那就想說那一場就 就不要講話 就是想說玩玩看 但是表面上還是會說 喔就是賭籃嘛 我就是賭籃 我就不想講話 但是呢 你就會得到一些 意想不到的一些小故事 比如說就像我剛剛講的 不講話 然後那個小粉紅就跑來說 在我直播的當下 他知道我在哪裡直播 就騎機車來我直播的現場 然後呢 罵我說你為什麼不講話 我還以為我的喇叭壞掉了 超可愛 你要講哈比書套嗎 那哈比書套 哈比書套 哈比書套是小時候必備的精品耶 欸你俗 你的書籍上面有包哈比書套 看那個是 哈比書套 卡哈包 哈哈哈哈 我已經忘記了 什麼財 我們一天你用錢比較十塊耶 你說沒有 你現在就是我回頭去看他一個懷舊廣告 他送什麼 他送很多東西耶 喔喔喔 他還送恐龍貼紙 喔喔喔 那不錯耶 他送很多 我們小時候最最喜歡就是貼紙 因為這樣八十 他們只賣你四十耶 我看他做一盒耶 對啊 那個 我們小時候最愛的就是 小時候最愛的就是貼紙 然後以前都會有那種 那種收集貼紙的本子 然後裡面都很多林志穎 郭富城那種他們內田有記啊什麼的 他們的貼紙 然後還有鑽石貼紙 林正英的殭屍什麼鑽石貼紙 七龍珠的有的沒有的 我去高雄 我去高雄 我去念文找不來的 然後那時候你剛 你知道你剛從鄉下到都市去念書 然後你周圍都沒有認識的 沒有同鄉 內心是很緊張的 然後那時候我就 我的想說就是要用文具跟朋友 就是要用文具交朋友 因為大家一定會 你簡單講就是賄賂嗎 沒有大家一定會聊說 你這個文具是什麼 結果我朋友都覺得我是個怪人 因為我的那個 我的那個電板 大概就會有電板 我的電板是雙面的 我一面是悠遊白書 不是 我一面是夢幻遊戲 另外一面是金城武 所以你那個時候就這麼敬費我哥 你哥了 我記得好像可能我朋友隔壁號 他只是想跟我搭話 好像也想跟我聊說 欸你這是用什麼文化學 還什麼 然後因為我已經 我已經習慣跟我 因為我們鄉下就是 國小 升國中幾乎都是同一樣的同學 我已經很習慣就是跟我 那個鄉下同學講話那種語氣 就說 這你也不知道嗎還幹嘛 因為小時候就 那種講話已經很熟了 已經很熟了 中二病那種 就我後來有朋友 事後我們變成好朋友之後 他就回頭跟我講說 欸我當時真的覺得你這個人超級奇怪的 沒有沒有 他這樣講是比較謙虛 他其實想講的是說 我當時覺得你這個朋友很雞巴 哈哈哈 講話很雞巴 哈哈哈 ok 今天天氣非常好 剛剛聽了一下我妹 我妹在直播呢 在講一些童年的事情 真的 這個真的是一個非常有靈性的地方 你看我們兩個兄妹倆 一來到這邊 就有講不完的童年 表示呢 我們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的身心靈呢 已經跟這個宇宙接上線了 整個 整個世界 內心的小宇宙呢 童年的一些 一些那個呢 回憶呢 都無限的湧上心頭 非常非常的酷 好啦 那我們這邊呢 簡單讓我們的 那個三寶 在那邊跑一跑 我們就要回去了 今天呢 我們分享了兩部片 一個是我們在 三寶洗澡 躍鬱的影片 然後現在呢 最後就把畫面 停留在這裡 這個畫面好了 這個叫什麼呢 這個叫做 涼亭少女 與 我想一下好了 涼亭少女 與 當歸 麻油妖子 的約會 因為我們大大 剛洗完藥液 有麻油妖子的味道 呵呵呵 好 感謝你們的收看 我們要 稍微再跑一下 就要回家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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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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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